渣男抛弃怀孕妻子陷入循环时空 一只渣一只循环 最后终于觉悟 今天星星要给大家带来一部顶烧脑的科幻片 影片将套娃技演绎到了极致 堪称套娃中的战斗机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和星星一起进入这部逃离循环 影片一开始 男主角亚当出现在一辆地铁上 由于影片中涉及到几位不同时空的亚当 我们先将这位亚当称为亚当一号 乞丐上来讨钱 一号给了他半截面包 这是一号手上出现了一个莫比乌斯环的符号 这个莫比乌斯环记者连接剧情的作用 也暗示了影片的套娃模式 我们先接着看剧情 一号回到家中发现了女友安娜怀孕了 整个人瞬间懵逼 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 一号是一名小毒贩 他本来打算今天带着毒王老板的货和安娜远走高飞 但现在安娜怀孕了 不想再过这种亡命天涯的日子 一号见劝不动安娜 于是便哄骗安娜去医生父亲那里看胎 然后打算自己偷偷离开 正收拾行李的时候 毒王老板赶了过来 他将货物交给一号 嘱咐他完成交易 接着便离开了 毒王一离开 一号收拾好行李打算出门 临走之前还给安娜留下录像 说自己先走一步 后面再把他接去 但是正当他录着的时候 却发现提前买好的机票 居然被安娜带走了 看来安娜并不是好糊弄的主 一号出门寻找安娜 在街角撞进了他 安娜手上拿着一盒录像带 还说他看见一号被毒王杀死了 一号发现他和安娜 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以为是安娜故意在耍他 于是便打算去父亲那里借车 安娜见一号要走 于是便打算给他机票 没想到过街的时候 却被汽车撞死 一号目睹了车祸 但是因为害怕被警察盯上 一号居然说自己和安娜不认识 接着就逃去了父亲那儿 一号来到父亲办公室 父亲说他正在给一号电话留言 之后又将安娜的B超照片拿给他看 一号却表示他根本不在乎 他只是来借车的 父亲觉得一号无药可救 但最终还是把车借给了他 一号开车回到安娜被撞地点 发现录像带依然在那里 于是将录像带拿回家播放起来 里面记载了很多良人甜蜜的瞬间 最后却画面一转 出现了他离家前留给安娜的录像 他打开电话留言 上面多了两条新消息 第一条来自父亲 正是之前去医院时 父亲给他的电话留言 第二条来自安娜 录音上说 他早就预料到亚当会独自逃跑 但是安娜明明已经被车撞死 又怎么会给他电话留言呢 实际上这通电话来自于时空B的安娜 为了变形区分 我们可以将现在的这段时空称为时空A 这时一号终于发现这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他接着观看录像带 画面上显示他被毒王杀死 很快录像带就将他带到了之前的时空 毒王携失安娜找上了门 原来他发现一号想带货逃走 于是过来找查 没想到一号却将一切推到安娜身上 还妄想逃跑 最后被毒王一枪送去 领了合法 毒王将一号尸体抬到浴缸 安娜却趁着只关口取走录像带逃了出去 刚跑的路口就撞进了另一个亚当 OK套娃开始 现在我们得称这位亚当为亚当2号 2号来到时空B 两人再次在街头爆发争吵 安娜再次过界 毒王再次开车路过 他看到街边的亚当2号死而复生 因而开车走神 最后撞上了安娜 2号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景象 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套娃了 现在他获得了一个改写过去的机会 2号来到毒王这里 送毒王领了盒饭 接着便去到医院 在那里他再次看到了安娜 安娜正在给他电话留言 正是时空A中1号在电话中听到了留言 2号希望可以带着安娜离开 却被安娜拒绝 2号来到楼下 护士却说安娜被毒王带走了 等等 毒王刚才不是已经被杀了吗 那么此时2号应该是又回到了过去 2号急忙往家里赶看到了熟悉的一幕 1号被杀死 安娜逃跑 毒王追出门去 2号来到浴缸 发现1号居然没死透 1号只是个一心 只想着逃跑的渣男 被毒王放倒之后 他显然意识到自己被套娃了 但是他却觉得一切都是安娜害的 还让2号离开安娜 2号来到镜子前洗脸 洗着洗着 发现事情又起了变化 他拉开浴缸帘子 那里却不再有尸体 这次2号一下就明白了 自己已经来到了时空C 我们现在得将他称为亚当3号 3号急着小电驴迅速赶往车祸现场 希望能阻止车祸 但这一次毒王仍然因为分心撞死了安娜 毒王看着街边的2号和3号 再加上已经被干掉的1号 自己也是一脸蒙蔽 3号看着安娜被救护车带走 为了避开麻烦再次逃走 他来到毒王这里 趁着毒王被2号弄死的时候 偷偷拿走了毒王的货物 接着又一次来到了医院 这次安娜还没电话留言 就被3号堵住 3号带着安娜来到父亲这里 他向父亲坦白了自己毒贩的身份 希望父亲能将禁药交给警局 还表示愿意和安娜一起抚养小孩 之后便独自出发 打算去改变这段历史 这次时间线又又又又回溯了 他来到毒王这里 打晕了毒王 但是很快毒王就醒了过来 还去绑架了安娜 接着又是我们熟悉的剧情 护士告诉3号安娜被毒王带走 3号来车库取车 在那里他与2号打了个照面 3号代替2号回到了家中 这一次他提前到家开始布局 终于持枪控制了毒王 最后毒王就耍了个花招 以枪击中了3号 最后3号被抬进了浴缸 毒王走了之后 2号果然又出现了 不过这一次3号并没有隔屁 他掀起衣服露出了胸口的挡板 两人看着镜中的亚当 不敢相信对方就是自己 这时3号就说2号会让安娜死去 于是他下手弄死了2号 这一次3号来到街角 成功救下了安娜 安娜在车祸中受了伤 3号带着他来到医院做B超检查 原来时空A中的B超照片 是这么来的 最后3号和安娜一起来到地铁 安娜在他手上画了一个 莫比乌斯环的符号 座位对面乞丐又拿出半截面包 吃了起来 3号一脸惊饿 套娃并没有结束 这部影片套娃套得太疯狂 不仅涉及到三段时空的彼此交叉 而且每段时空中又有小的时间交叉和回溯 就像莫比乌斯环暗示的那样 无论从哪一点出发都可能重新回到原点 而且因为时空是循环的 所以时间线上居后的亚当2号和3号 又回头成为了前一段时空的应有 我们无法用常规的线线时间逻辑 去理解影片叙事 星星还特意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可以将其称为拓不叙事 或许这就是本片的魅力所在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